台湾人口老化严重 尤其高雄老年人口比率更是不断攀升 去年已经超过17% 65岁以上人口超过48万人 如何协助有需求的中高龄及高龄者 持续就业成为重要课题 这个继续雇用这个计划 它的用意是希望对于企业内部 已经借退64到65岁的老公朋友 透过一个补助雇主增加诱因的方式 希望雇主愿意把这些劳工朋友留下来 少子化等因素影响下台湾进入大缺工时代 其中高雄15到64岁的劳动人口数 从2012年开始连续9年都在下滑 累计值去年底供减少超过14万人 加上劳工局提供企业续雇高龄者补助金的诱因下 近来有不少企业开始考虑 透过续雇高龄者填补人力缺口 那在109年跟110年 在推动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看到申请的单位 从原本的110年的27家 到申请今年度的留用的计划是31家 高龄67岁的老爷爷在工厂内辛勤工作 虽然劳动部透过补助计划 提升了企业聘雇年长者的意愿 但并不是所有产业都愿意给他们工作机会 其实申请单位最多的是制造业 因为制造业尤其是传产 他们真的会面对断层的问题 那公司的规模大概是在30到100人 这样子的公司规模的申请比例很高 那反而是大公司的申请比较低 老奶奶对着镜头露出开心笑容 台湾预计将在2025年迈入超高龄社会 届时社会上会有更多的老年人口 企业透过续聘高龄者 不但能填补人力缺口 也让这些长者能将智慧及经验 传承给更多的年轻人 记者邱玉婷 苏宇文 高雄报导